西方人走路啊 他脚一抬就把腿完全踢直了 然后就直腿落地 那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是弯腿落地的时候 如果你走路是弯腿落地的 当然你要弯腿落地的人 如果你要弯腿落地的话 他走路就一定没有办法撬屁股 没有办法挺胸 对不对 所以在姿态上面让人觉得你很不帅 对不对 现在比较帅姿态要又挺胸又撬屁股 但是东方人的这个标准姿势 是不准人撬屁股挺胸的 然后就这样子弯弯的腿落地 那当你走路是弯弯的腿落地的时候 那也不要故意弯的好难看 像猴子走路一样 那不必 但至少你的腿是没有完全打直的时候 只得记得这个 而没有完全打直的腿 就要记得第二件事 就是不论你在做任何姿势的时候 你不可以把你的那个膝盖 过这个大指跟二指之间的指缝 过了之后那个膝盖就会受伤 因为重心不对了 所以当作是重心的 就如果我是这只脚着地 这个重心这只脚 一定不要让膝盖过大拇指跟第二 脚的大指二指的指缝 不然的话膝盖会很容易受伤 那当我们是用没有打直的腿 的这样的走法 每天走路一个钟头 你到脑 你的大腿跟臀部的肌肉都是很扎实的 就是你走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屁股在酸 就像现在那个 我们的健身操对不对 要屁股的肌肉紧实 要这样子踢对不对 其实你关脚走路 其实屁股蛮能够运动到了 那臀部到大腿的那块肉不太会退化 可是你看西方人那样子打直脚走路 你到美国去看美国的老人 都是挺个大肚子 然后那个屁股就整个扁掉都没有肉 然后大腿小腿都细细的像仙鹤一样 那这样子的人他能够不得那些什么心脏病高血压 你们所有的脑中风痴呆嘛 就他的羊无所依附都浮上去了 所以如果要长期的能够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 我觉得走路的姿势还是需要做一点点反省 就是要恢复东方人的体态 那当然东方人体态可能有更多细部的修炼 那我自己都很难的运动就不能教你了 但至少走路这件事情要做到 因为要维持你的下半身比上半身强健 不要变成一个上半身很强健 然后下半身很空虚的人 那你在美国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老人 那这样子其实不能算是健康 所以走路的姿势也希望同学能够同时留意 因为虽然说一开始不要打直膝盖走路 好像会有一点累 因为头几天屁股会有一点酸 但是你走久了就会发现说 弯着腿走路人比较舒服 会觉得比较舒服 那如果你还不舒服的话 你就要去整骨师傅那边看一下 是不是两只腿不一样长 那调成一样的长才会舒服 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今天就大概跟同学勾勒一下 这个中医减肥的一些框架 那就是当然有一些不是 我认为不适当的减肥方式 我也跟同学讲了 那当然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了 那起结论来讲 就是大家要好好调补自己的身体 这样子 那我们下个礼拜要回来上正课了 这响 我们下个礼拜 持续 ну